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是真实的 那么在实际驾驶中啊 这个低速状态啊是一套纯电形式的一个驾驶逻辑 那么在中速下呢 它是一套增程式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么在中高速的时候呢 发动机就会介入与电机共同作用在车里头 最终实现了一个7.1秒的百公里加速 那么因为它中低速状态下几乎都是纯电形式 所以对于声音来讲啊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今天呢我对这款车的NVH啊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因为它整车的隔音啊首先做得很好 包括前风挡以及两侧的玻璃都是采用了一个加厚玻璃的处理 而且呢前机盖处的啊 不管是机舱盖还是轮拱处的隔音棉啊都是加厚的处理 同时呢它在车内部还加入了一个带主动降噪ANC的BO音响 以及呢在底盘的隔音啊也做得很到位 所以整个车的隔音表现是很好的 首先是方向盘部分啊 这个大桥很失踪 而且呢它是支持一定的虚位 但是它的转向的指向性很精准 其次呢就是这个悬挂方面 它的设定是很运动化的调教 但是在中段这种回弹上有一定的复合感 所以你会感受到它的啊 这种多年的在悬挂方面调教的一些功力 那么再说这台车的智能驾驶辅助啊 这个首先官方宣称它达到了L2G加的水准 首先呢这个加我理解为就是肯定有更多的功能表现 那么这台车呢是具备了一个车道居中的一个驾驶辅助 那么同样呢它还具备了一个自主变道的这个功能啊 那当我们在11驾驶中呢向左打转向 它正常就会来自主的去变向车道 那么同时呢当我变道的车道有车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个啊取消 当然假设右刀线或左刀线是一个实现 它也会及时的进行一个判断和纠正 所以这点啊还是非常智能的 咱们啊一会找地儿靠开车车了 聊聊外观跟内饰 好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这个车的外观啊 首先我们今天试驾的是一款混动版本的顶配版 也就是ST-LINE版 那么它跟燃油版的这个车型在外观上还略有不同 首先体现是它采用了大面积的熏黑的处理 以及前杠部分在细节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可以看到啊这种点阵式的格栅 还加入了一个主动进气开闭的一个功能 那么同样在灯组部分啊 这种加速感十足的贯穿式的LV前大灯 还加入两个等号这种增强视觉感受的这种设计啊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么在车侧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黑色的这种面积装饰就更多了 其实它很好的降低了这种车的视线的一个重心感受 那么同样这个L啊实在在加在这个C柱下方 而且采用了一个波浪式的处理 再加这个弹出式的文把手啊 这车看上去很像一款电动车 那么再加上这个硕大的轮毂21寸的啊 米其林的这个号月的轮胎 那么油车版呢 配备的是一个贝耐力歇子台20寸的 所以两款轮胎呢 说实话规格都不低 价格也不费 那么尾部呢 其实它还是采用了一个与车头呼应的 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啊 但是呢 它在下方呢 依然还有一个等号的设计啊 这点真的是很讨巧 然后呢 这款因为是一个混动版本 所以它在左侧啊 加入一个hybrid的一个标识 然后彰显这个车的一个身份不同 好 坐在车内啊 这个内饰部分真的是家族感十足 但是呢 也与其他的福特系的车呢 略有不同 首先就这块大连平啊 这个27寸的一个巨幅的横平 它与12.3英寸的这个仪宝盘啊 进行了一个区隔 它有一个凹出的设计 这一点是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这种昆明光线特别强的地方 我们开车 灰的很多这种撒减的光线 它会很好的去进行一个遮挡 去避免你啊 影响你读取它上面的一些驾驶的信息 那同样这个方向盘啊 它采用了一个上下都平底的设计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彰显它的运动的一个特性 那么在整个的屏幕的中间呢 它做了一个分屏的处理 首先呢 是一个SYNC加2.0的一个车机 那加入了一个百度的一个地图 同时呢 它可以通过语音进行一些重要指令上的一个执行 它取消掉了很多很多的按键的一些设置 仅留下了在左侧下方一个灯光的实体按键 所以啊 当驾驶员想去设置地图 或者一些娱乐性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把这个工作通过三指飞瓶交给副驾 那么副驾呢 当调整完这些设置之后呢 也可以三指飞瓶在投射到中间那个屏幕上 这点非常人情话 也省去了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分神 那整车最贴心的部分就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充电板就是很多 前排有一个 后排中间部分还有两个 所以就加上这个Type-C 以及USB传统的接口啊 一家老小区坐在车内去进行一些啊 这种充电板啊 这种电子设备的一些充电 其实不成问题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乘坐方面啊 我觉得就是你看这个头枕的造型很有意思 前后排座椅的头枕啊 也是采用一致的这种设计 那我们今天呢是 试驾的这个ST-LINE版本 也就是它顶配版本 所以它采用的是一个翻毛皮的设计 那么在燃油车版本上呢 它是一个真皮的一个处理 那真皮座椅也具备了一个最通风的功能 但我们今天这个翻毛皮啊 真的就是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其实它的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而且看上去的档次也很高 后排真的是重突袭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中间通道的设计啊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实用 这个就是跟MPV一样香了 在这个宽大的装扶手上啊 你可以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折叠 这样就形成一个很宽大的一个通道 真的是正常成年人走的中间部分 甚至一些腿脚不变的老年人走的中间部分 其实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第三排的空间 我刚才试了一下 真的是具备了一个短途乘坐的一个使用 尤其是在这种身材体型比较娇小的女生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接近成年人的那个孩子啊 其实坐在后排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其实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当然这个第二排的腿托部分 真的是很多SV都不具备的啊 而且是电动调节 在长途这种乘坐过程中呢 其实它会很好的去卸掉你腿部上的一个压力 可以提高你的腿部循环 所以你承受起来的话呢 舒适感会更强 那么看完这可能是假要之后呢 还想在这个级别进行选择的话 我觉得更推荐哈兰达还是理想呢 其实我觉得这需要你的个人喜好 和这种驾驶风格的取向 自行去判断 不必纠结 我呀 接着在这VIP嘴上迷一会儿了 咱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 咱们下期待